蔡英文走完最後一里路 成為第一位女總統 下一步找誰阻隔 黨內傳出隔魁人選 包括高雄市長陳菊 前新任副院長林欣益 民進黨智庫執行長林協 等人呼聲都很高 第一個他必須有政治領導的能力 第二個他必須要有經驗 第三他必須有專業的能力 這樣子才能夠領導一個龐大 而有能力的團隊 小英開出新隔魁三條件 選後要團結台灣 隔魁人選出身非民進黨 也是選項之一 蔡英文說要大團結 如果要大團結的話 我覺得說到目前為止 林全他沒有答應說要去組閣 不妨說利用大團結這個階段 把宋楚瑜他也認為 他有行政紀念 台灣已經那麼低迷 給他試試看 我覺得就好像阿扁剛開始用唐飛 小南綠和解當年編政府 找唐飛組閣 但任期短短140天 陰見不遠 鷹派入主總統府 雖然是政治如何交接 交涉蔡英文第一個難題 這台北綜合報導 是金長鷹派入主總統 一定會被解放 所以鐵探索 是金長鷹派入主總統 empez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